彈琴说爱话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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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着油 卖上心 感是你 也是你 用真真 用真真 用真买水高清净 也是看不你 感心地 为真是 为真是 为真伟爱上附近 ns 用真是 为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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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琴说爱话音乐 邀请到的是 江志峰 江志峰老师你好 小婉为城 还有我们所有空中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不要叫江老师 那要叫什么 我这样好害羞哦 你这样很像演连续剧 因为我是皇帝 然后小婉是皇后 然后为城在下 皇后有什么煮丁煮的东西 天气这么热 煮碗绿豆汤来喝喝吧 没问题 我们的助理马上就去办 恭喜江老师 恭喜江志峰 又推出他的新专辑了 天意 天意 其实我常在想一句话 就是我喜欢逆天而行 可是所谓的逆天 不是说真的就是违背天意 当然就是不再违背 这个正常的伦理道德之下 我喜欢逆天 可是很多时候 当你在逆天的时候 你就你也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是顺着天在走 只不过你把你的路走宽了 其实说穿了就是反骨啦 对对反骨 对对对 来耳朵中 这头发剥开我看看耳朵 不要我耳朵最性感的 真的假的 你看我这么会跳 你看耳朵 人家说这耳朵啊 那个骨就是比较突出的 真的就是比较反骨 我心老昨天有洗澡 有洗耳朵对 我看看 威辰你会吗 应该没有吧 我是乖乖排啊 你觉得在 这个更厉害了 对啊 你觉得在这个耳朵最上方反 耳骨上面 打个耳洞 这怎么会是乖乖排呢 这个不仅是反骨 还把骨头刺进去 刺穿 对嘛 不过话说来 这叫流行 Fashion 因为现在很多的 包括音乐的东西 包括一些走向 就年轻化的一些走向 都会做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就像我的音乐 其实我也一直在创新 只不过这次的主打歌 比较 我等于是把所有的 写过的 我比较喜欢的东西 把它融合在天意里面 对 那唯一不同的是 我一般不喜欢写歌名 可是这一次 我却把歌名 用了前后的呼应 不喜欢写歌名 在歌词里头的意思 对对对 像好比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我写坚持 其实没有坚持 没有吗 没有 那个叫翁立友的粉丝 来唱一下 我们从头到尾 我没有写坚持这样的字 好像是耶 头前的路 不知道我等我 你可能 副歌 剑定的心 伴恩向前驾 剑定哦 对耶 对对 不怕失败 万万向前驾 对 一点就是我那名 就是没有坚持 所以这首歌当初是为了立友量身打造的吗 其实 平常你讲 这首歌我后来有做了 在最后 做了修整的一部分 最后一句 是真的是为立友写的 一定唱出我那名 这真的是为立友写 那前面那一段是 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然后我自己有感而发 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帮我 那因为这样就要比我们刚刚一开始说 有点反骨 然后有点 有点 我们台语说 我说 善 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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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啊 你看我们 对不对 围城 你看多好记 围城 其实围城不会啦 看起来还蛮乖的 那我这个人不喜欢去求人家 就是我好的时候 我朋友会很多 我一定会呼朋友一半 那是我痛苦的时候 我宁愿一个人度过 所以在我最苦的时候 我只打过一通电话 就是给我妈妈嘛 那因为我妈劝了我一两个小时以后 悦洋电话 台湾打去加拿大 而且又是对方付费 没钱怎么付费 那妈妈 她劝了我一两个小时 她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对 然后就叫我去 啊不然你去死 对 所以当下我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就是 当你在越低潮的时候 其实我们越需要去 呃告诉自己 你要怎么再往前突破 经过那一段时间 我的人生就改变了很多 到后来我不管遇到任何事情 其实我现在都很正面 我遇到任何事都很正面 那正面的原因还有一点 是因为爸爸三年前走了 那走了我突然间觉得人只要睡醒 眼睛张开 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真的 因为你看见光 你看见东西 对那何况很多人看不到 嗯 然后人只要每天醒过来 你可以呼吸 这是一件快乐的事 对 因为表示你还活着 活着就有希望 嗯 而且我最近也常听到大家讲就是说 怎么样才有这种幸福感 除了刚才江志峰讲就是对能吃能睡 可以手脚幸福 呃可以动就很幸福 最近还加了一个比较无形的东西 嗯 就是说当我们这些都具备哦 你要有爱人的能力跟被爱的能力 很多人觉得不幸福 就是说他只一直去爱别人给别人压力 可是没有享受别人对自己好 就这两个都能够平衡的话 其实就蛮幸福的 嗯 其实要做到平衡还真的蛮难的 嗯 一般你看就算得到高升 嗯 他们也可以爱人 他们他们也会被爱 嗯 可是某些爱他们都做不到 哦 对 像是 像是男女之间的爱 哈哈哈哈 他们这样不能听江志峰的歌 因为他们 就是你的歌听起来 我昨天 其实我昨天 呃 去一个朋友那边 然后跟朋友在聊天 我忽然间有一点顿悟 就是他 他说 创作的人 其实你不能乱写东西 嗯 嗯 因为你乱写东西的话 其实你等于是在让人家的心变混沌了 对 不是吃的那个混沌啊 就是对 混沌初开的那个大地天地那个混沌 他说你让人家的心变浊了 然后那你以后 如果照佛家的说法 嗯 你就要去刺嘴地狱 就是嘴巴一直被刺被刺这样 好恐怖哦 对那我后来就回了他一句 我说 坦白说 我应该不会去 嗯 那我不会去的原因并不代表说 我写的歌一定很正面或怎么样 只不过我一直相信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呃 有喜有怒 嗯 然后有哀有悲 当然你各种情绪都有 你怎么样来释放 我希望我的音乐可以 让每个人呃 在快乐的时候 你可以听 叫小鹤 嗯 然后 呃 女儿要出嫁的时候 或者是女朋友跑掉了 对你难过 你就发泄一下吧 你就唱个明天嘛 嗯 对但是最后 你总是要振作 所以你就唱个七天 对不对 再不行的话 好吧 那就添意吧 嗯 那音乐 音乐东西 我认为它是在教化人心 嗯 对只要我们今天写的不是 叫人去 做菜 去做啥 那个 我基本上我认为 人总是要有一个 书巴的管道 嗯 对不可能都没有书巴管道 所以有人就是听歌 有人就是创作 对对 有人是唱歌 对 像围城的书巴管道 就是唱歌 唱歌跟听歌 对 但是我很奇怪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会 我会听心情不好的歌 然后把自己搞得 心情更不好 这个就性情中人吗 对 像我 有一段时间 我很喜欢听很多音乐 像以前 听思路的音乐 嗯 然后就是那个 日本的那个 那个 喜多郎那个 对 然后我还喜欢 神思者的音乐 对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还蛮怕听到那个音乐 因为音乐有一种魔力 它有些时候 像我做音乐的人 我都免不了 会 会 成立下去 嗯 有些歌一听 你本来很开心哦 它会让整个心情往下挡 嗯 就是那个和弦的使用 跟音阶的使用的原因 嗯 所以整个听起来 我快转不过气了 所以那你在创作的时候 会刻意运用 这样的一个情境 然后让丰富歌曲的情绪吗 情感 会 其实会 嗯 例如说我在写 我 我们刚刚一开始 还没 还没那个时候 我们在 我们在聊天 我说我很喜欢 心借过 心借鬼 嗯 那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因为 最主要是我喜欢它的词 嗯 嗯 因为 我喜欢它 词汇里面 写出来 形容感情的东西 嗯 这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因为 呃 它的旋律 我是真的很认真 在铺成那个东西 所以 你光听那个旋律 你不要看到词 你就会觉得 它有一个东西 有个生命在里面 那当你在看到那个词以后 你会觉得 哦 它真的就有生命 就等于是 呃 声音 是 唤起对方记忆的东西 嗯 可是当你有词出来以后 就等于是影像 唤起你的记忆 然后再给你影像 这样 对 那我们就先来听 这首歌好了 心就归 对 对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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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心结果 不过因为刚才的这个环境 没有办法认真的感受这首歌 对 因为音乐一下就开始讨论其他的 真的 其实像这样的情歌 但是很适合我们半夜的时候收听 嗯 嗯 其实在写这首歌的当下 那时候我哭了三天 嗯 其实我对 不要看我平常这样子 嘻嘻哈哈的 嘻嘻哈哈对 那在创作的时候我是比较处于另外一个面 那如果如果人有两个面的话 我应该有三四个面以上 男生掉眼泪是最容易让这个女孩子心疼的 对 我不会不会在女孩子面前掉 哦 真的哦 对 你下次应该可以试啊 不要好了 因为上次光是上个节目 嗯 我就 唉 其实我真的很不喜欢掉眼泪 真的 最近有一个电视节目 非常喜欢让就是发片的歌手 上他们节目之后就 累 累崩 对啊 嗯 好残忍 我要来看看那个节目 就是张之峰会不会去 呃 要我累崩 其实好像还蛮难的 除非有一个点啊 真的 围城也是耶 家人啊 就是最好的点 对对对 大部分都是亲情跟家人 对 可是那个点其实我也哭得差不多了 哈哈哈哈 这三年也哭得差不多 尤其那一次 在我最不想去说的时候 他们点到那个东西 所以我想应该 就要比听音乐一样嘛 嗯 那东西其实你你放出来以后 你就那个伤就会减少 嗯 所以下次再点到那个东西 因为气球既然泼了就没有气了 就不会再爆一次了 嗯哼 对应该应该是还好 对 但说到新结果这首歌 嗯 会那么难过的原因是因为 那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故事 嗯哼 对我一个朋友他他跟他朋友之间的故事 然后刚好在创作这首歌的当下 因为他走了 嗯哼 所以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感伤 嗯 其实我有把它写成网志啦 嗯哼 我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记录在我的Facebook里面的 的网志里面 其实现在越来越 嗯会发生那种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 陆陆续续 嗯 离开这个世界 也让我们觉得生命真的很无常 不过很无常不是要你每天吃喝玩乐虚度掉 而是要更去珍惜每一天 做一些让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嗯 像我有时候会偷懒摸鱼 嗯哼 然后会想要逃避一下 嗯 但每次我只要逃避一偷懒一摸鱼 我的人就整个就往下挡 嗯 就情绪就会很低落 那事实上我一直工作持续工作也会累嘛 嗯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一工作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永远充满希望 那所谓的工作可能就是除了有很多事做以外 然后比如说打个电话给妈妈 然后陪她出去吃个饭 或者是带她走走 或者跟家人聚一聚 或者是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 然后偶尔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就是把自己的时间 填满 嗯填满拍得很充实 刚才呢前面就江志峰有说到他创作的期间有第一潮过 而事实上他以前也发行过一张国语专辑 这好几次我们以前在节目中有提到过对不对 那个是超低潮 好那我想问说就是说 呃一个创作人跟一个歌手最需要的是一个舞台 那你当初怎么再重新找到一个这样的舞台呢 呃其实我不喜欢唱歌应该是大家都知道 嗯 对大家都知道的是 那退到幕后之后 我觉得幕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 嗯嗯 我是我是打不死的小强 那很多在当时音乐圈很多人就陆陆续续的离开 因为音乐圈慢慢在没落 对很多人制作人老师啊 他们就一个一个这样可能开餐厅或开什么 离开之后 我觉得我还可以在做什么 所以我就留了下来 那也因为留下来 后来呃这一二十年来 坦白说我我每次我很懒 一般人做demo 交到公司去 嗯嗯 他们可能会就是做的很华丽的音乐或什么东西 嗯嗯 那我一直觉得反正你要我的歌 你就用嘛 你不要就算了 我可能就吉他弹一弹 钢琴弹一弹 然后到不了今天心情好一点 我就把它做完整一点这样 然后每次老板都会听我的声音 那也因为出过专辑 他们而且这几年写了不少歌 他们就会觉得 那要你要不要出一张 个人专辑 当下我我我觉得 其实也不错啊 以后哪一天走了以后 我的我的那个位置前面还可以 放一张我的专辑 对 至少人家看 哦以前出过专辑耶 对对对 那没想到出第一张专辑 坦白说我们打了大概十天的宣传 嗯 对那通告大概上了一两个这样 嗯照理说成绩应该很烂 可是可是还不错 就是还不错 对后来老板就 觉得那我们再出第二张试试看 那第二张就是明天跟香水嘛 嗯 结果明天那首歌是莫名其妙就红到新马一带去了 然后就从那边又红回来 那香水是因为呃在台湾八天党连续剧 后来就红了 那就因为这样子老板就跑来说 那我们签个月好了 那我们签个月好了 然后就哎 没想到一签 哎坦白说我我我没看合约了 嗯 我也没看我只是觉得好要签就签吧 反正玩一玩当做人生的一个经验 嗯 对那一签就签五年 其实 算一算从第二年签到现在 这样五年刚好也到了 哎 还有一年 还有一年 因为第一张没有签约 第一张只是只是玩票性质的 对为了做纪念专辑 纪念专辑 这样讲一讲 不知不觉我们从第一张2008年到现在 也认识五年了耶 对对五年了 哇 其实我我有个生涯规划 就是我最近常在想这个问题 一个人可以唱多久 那一个人可以写多久 一个人可以在荧光幕前出现多久 嗯 对你说 呃 帅哥 很多 很多很多 可能很多很多 听众朋友 包括很多 fans他们 都会说 啊 姜哥你长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事实上 我不觉得 第一我不觉得我自己有多好多帅 或怎么样 因为 这个东西其实 你你随着年纪慢慢的 你你就不见了 嗯哼 对那 可是内在的东西 就是 就是随着年纪 你会慢慢的增加 对 所以我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这两年 我可能再唱个一两年吧 像我一直都是走内在路线的 哦 不只内在 其实 其实小万 跟他认识那么多年 我觉得你 真的是有一股很特殊的 质感气质 太开心了 今天真的是我 2013年最开心的一天耶 我其实 我讲的是真的 我当然不是在 没有不是奉承 因为 因为人有很多种 当然有些 呃 外表的美丽 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是会随着 呃 年纪 随着年华 慢慢老去 我或许可以 抓住年轻的尾巴 但是 当尾巴不见了呢 嗯 我们看到就是 呃 就要比我刚讲 声音 声音代表的是内在 我们可以从声音当中知道 这个人他有多漂亮 但我所谓的漂亮是 他散发出来的那个 那个魅力 那个那个气质 那但是外表就像影像一样 就像我们看到的东西 哦 我喜欢看 然后很漂亮很美 但它是 就是眼睛 你只能看到深层的东西 呃 底层 呃 浅层的东西 对 其实要从音乐当中 从讲话当中 你才能 窥探到一个人的内心 所以 很多人常说 嗯 如果要知道这人在想什么 该终 喊三个人 就可以了解他的新郎 难怪那个江之峰在戴墨镜 哈哈哈哈 就是他可以看到我们眼神 我们都看不到 哈哈哈 因为我同工 我说谎的时候 我同工会放大 哈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啦 开玩笑 开玩笑 不过呢 这样子正好 我觉得我也可以来做个规划 就是我们现在从第一章 到这一次是第五章 我们就收集了五次的访问 等我收集到十次的时候 不过老师你说只在唱两年 我这样收集不到十次 其实我不是说在唱一两年 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涯规划是 坦白说我一直在做一件事 我二十岁的时候许个愿 然后我每几年就会许一个愿望 那我这十年的愿望就是 我希望我哪天走了 很多人都会记得我的名字 会 我一定会 好 我们先来听歌 就是我一定会 就是你是我的名 你是我的名 我们来听这首是张志峰跟杨靖合唱的 你是我的名 这首是张志峰 是 愛歌 未願再看 感情變亂一座 倫天 藥在廟 倫藏在歌 一對有情的情歌 驚一圓球的感情沙 心甘的心笑我 我不走 我愛你的心肝 心中藏著你的領 仲冬勇寂寫愛你的心聲 我思念的心肝 驚乎你為知了 夢中 展台語 一句愛歌 既生我對你走 來生你也有歌 因為你 只是 我的名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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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藏在這心肝悍 憲有連背段 感恩的鼓動 光吏愛歌 圓碗真的陪看 感情變亂一座 分天 藥在名衲 strokes 有在過 這對有情的情緒 騙一圓橋的感情緒 心甘的心笑我 我未定 我暗日的心果 太重賺到你的名 甘願勇歪射出愛你的心笑 我寬量的心果 驚好見你未知了 夢中彈台語 一句愛歌 今生光對你走 我暗日生你也有我 因為你 只是我的名 我暗日的心果 太重賺到你的名 甘願勇歪射出愛你的心笑 我寬量的心果 驚好見你未知了 夢中彈台語 一句愛歌 給你心果 這也是 任生台北條平台FM104.1 進行的是 彈琴說愛話音樂 今天邀請到 江志峰 大哥 拍了他的專輯 天意 其實我非常喜 整張專輯當中 我其實我自己講 我真的特別喜歡 這首歌曲 一來他是男女合唱 然後二來是我非常喜歡 楊靖的唱牆 從我第一次注意到他 就是他跟陳雷大哥出的那一首 那個三個字的 好那下一題 沒關係 我就很喜歡他的歌聲 所以一聽到 就是他跟江志峰合唱這首歌 而且這首歌又非常的觸動人心 其實靜妹還蠻會唱歌的 然後他的聲音又蠻蠻特殊的 與其說特殊倒不如說 他都有一些那麼一點點 奶奶的感覺 他就有一點奶奶 然後一點很多的影子在 但這個影子把它綜合起來 又就變成自己的特色 男生對那種奶奶的聲音 都會有點難以抗拒嗎 對 是不會啦 不會嗎 我說話我要打一下嘴巴 自己打一下嘴巴 對不對 對 對啊 所以 男人其實 跟女人都差不多 像女人有時候 三個女人在一起 就開始聊那些 可能亂聊一些東西 沒有啊 我們女生都沒有聊這些 其實我反而發現 男生也會啊 對 所以我才會寫那首叫小賀 真的嗎 對 講到這一首好 這是這張專輯當中第二首 我個人覺得非常有趣 而且這個跟你之前 收入在專輯當中的那個風格 完全都不同欸 對 所以人家說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酒後勿勢 你看 所以這首歌是在你喝醉的時候寫的 不是我喝醉 是 很多人一起喝醉的時候 還是小賀喝醉的時候 小賀他沒有跟我們一起喝啦 所以你有個朋友也叫小賀嗎 有就賀大哥嗎 因為他已經這個 有一段時間 對對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要叫他一下 叫小賀出來 以前我們國公讀生 他真的就姓赫 然後他個子很小也叫小賀 所以每天都說 欸你怎麼叫你 他說我叫小賀 他這樣會被扁欸 對 個子那麼小還敢叫小賀 這首歌真的很有趣欸 那時候寫這首歌的時候 我最近常會聊到這個東西 可是 但還是要提醒的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因為我們喝醉了 那有點微醺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各自叫計程車回去 那那天大年初一嘛 那因為我一個人就 就全家人都出國 然後剩下我跟龍姐兩個人過年 那吃完年夜半其實有點悶 有點無聊 我就一個人開車 然後殺到南部去 那我又喜歡開快車 可是坦白說我開快車 所以我不會亂開 這一定要好好講一下 而且我有 我有付出過代價的 所以小朋友不要學 因為人家警察認識我 我還跟他說開沒關係 開沒關係 所以大牌不只被吊銷 那天我就開車到台南去 然後到台南之後 我就打電話 我說欸 那個 那個 我們不是同盟 我們是軸心國 因為我們是壞蛋嘛 對我們軸心國的兄弟們 出來集合了 然後 然後大家就說 蛤 你在台南喔 我說對啊對啊對啊 那一個人過年很無聊 要不要出來陪我 然後大家就還蠻感動的 坦白說 每個人都拋家妻子 就是每個都有老婆 有小孩這樣 所以 他們都把小孩丟在家裡面 過年期間喔 然後就出來陪我 對 然後陪我當然 幾個兄弟在一起 就是小酌一下嘛 然後要叫小蔡 對叫小蔡 蔡宜德嗎 對蔡宜德 這個梗真的很有趣耶 對大家 我覺得聽到歌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都會跟我 覺得一樣一起 覺得這麼好笑啦 其實真的 因為那時候 其實這些都 這首歌當然是 吳凡老師寫的 那因為 我總覺得 我必須把當天的畫面 呈現一下 嗯 所以當天吳凡老師也在 他在他在 難怪又想說 吳凡老師什麼時候開始寫 這麼逗趣的歌曲 對 這個歌迷是我忽然間覺得 我覺得大家能夠出來 舍命陪兄弟這樣子 真的是叫小就好 嗯 所以我就說欸 叫小好 你都叫小就好 欸那我們來寫一首 叫小好 那我就跟吳凡老師說 因為他他寫過很多歌 像臉部公 嗯 像動力火車的很多 很多成名曲 不甘心不放手等等 嗯 都是好凡歌寫的 那我就請他 乾脆我們在寫一首 跳通一點的叫小和 嗯 那寫完之後 這些人總是不能把他 丟在 晾在一邊吧 嗯 對對那叫小蔡 當然就蔡依德 要出來唱一下 然後 比如大牛哥 我知道他那時候出國 不然以大牛哥的個性 那種 他也要去一下 他一定會陪我 對 他是一個很挺兄弟的人 所以當然少不了他 所以大八合音就是說 那天大八也有趣 大八沒有 大八是後來錄音室 他來探班 被拉進去的 對對對 這首歌真的非常的有趣 對對對 那我們今天就在節目當中 也來送上這一首非常有趣的 叫小赫 四個兒 跟你派出市場 走一會兒 說是要有趣的 做一會兒 你當你要像一個好嗎 你都叫你叫做一어야 欸喂喂 等下坐著 我看見劉華道路的快餐了啦 但有小日來轉租 唱歌三孫不行 但沒三次來打麻將 Sham 歌這頓時 你就叫小菜 哎呀 求我兩隻 也 decentral 好兩隻一千 可兩個人來 萬一電話若腳不痛 叫天叫地都沒反應 唱這個時尊 唱這個moment 你就要叫小賀 小賀小賀是你的天氣 小賀小賀是你的末日 小賀不替你來做錢 重前重義重疾地 叫我小賀就可以 請你叫我小賀就可以 請你叫我小賀就可以 小賀小賀是你的末日 小賀一馬愛壓縮 小賀小賀一馬愛不錯 小賀小賀是你的末日 小賀就覺得你 他们说为什么你都帮别人量身定做 你为什么不帮自己量身定做 所以你就量身定做这一首叫小鹤 其实也不是 我喜欢挑战 就像我喜欢做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才知道说 我到底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就好比说 我会把目标定得很远 那定得很远我才知道说 我会走到 当我有天走到没力气 啪下去的时候 原来这才是我的终点 那如果一开始我把目标定很近的话 我就只能走到这边 我就永远不会知道我能不能跨过去 所以很多东西都要尝试一下 所以在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接下来要再听另外一首歌曲 这张对你当想推荐的歌其实还蛮多的 不过也请江志峰来介绍另外一首歌曲 叫做女人香 对女人香这首歌 也是你做的 对我做的 我喜欢把画面变成文字 所以这有什么画面 有啊 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的话 他在女人香的第一句 他就就是我们从声音带出来 爱听你的声 爱你用过的东西 然后爱你背叛身 背叛手的心情 其实一开始就呈现一个 对一个爱字 然后爱你坐过的位置 总是流到你的香 像你背叛的温暖 因为男女在一起 其实那个温度是最容易去感受到的东西 但这是一个逝去的爱 对可以算逝去的爱 你在思念曾经交往过的 不是不是不是我从来不会 说往又要打自己的嘴巴了 因为一段爱情故事 其实就大家来看可能是一段 可是就我来看 我把它细分很多 就是每个东西 我们都可以把它用不一样的东西来表现出来 所以我谈恋爱很吃亏 我每次只在谈恋爱 然后女朋友就会说 你看你看你看 这又是写哪一位 你看你看你看 蛤是不是写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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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又无疾而终这样 真的 当创作人就是有这一点吃亏 宿命 你就说每一首都是写给你的这样就好了 可是那时候还没认识 真的我有同感 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播歌播一首情歌 那当时如果另外一半他也会说 哦你这首歌是想要播给谁吗 对 自慰一下 对不对 所以 所以都是因为爱吗 对有时候 有时候爱好像 很多的爱是幸福啦 可是 过多就变压力了 对真的变压力 传不过气来 我还蛮喜欢女人想这首歌 不过这首歌 坦白说我真的是写给亲人的 哦 对写给亲人 你说啊是哪一位 亲人 刚刚又说不是 说谎会结巴 然后又要打自己的嘴巴 好了不过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 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收藏这首女人香 那不要忘了我的口红哦 可以改改歌名 那口红这首歌听起来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东西的 因为去年你为什么没有提醒 我明明每次都有提醒 真的吗 我一定没把它寄到iPhone里面 真的 我现在要寄到HTC里面 你看那个口红光这两个字就非常的性感 还蛮喜欢的我刚刚刚发现很有感觉 真的哦 其实不一定要我唱的 但是一定要写 等你哦 我已经准备好唱demo的人了 OK 没有问题 自备 今天非常谢谢江志峰带来的新专辑 天以天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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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婉 谢谢 爱你借位 总是流着你的香 青春你背叛的温暖 人在你今晚感到 直播 我偷从你的爱永远都一样 摔来噗噗噗噗你的流 今晚感到我 随你不出心 那天在你身上 像风流 在你身上 也有一声温暖的唱在这儿等你 吹来香香香你的流淋香 让我酥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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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 心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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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丹过一丹